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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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鄰居有一個林媽媽 她就在附近的那個 觀聖帝君廟服務 她說我們觀聖帝君 受驚很出名 她就帶我去那個 觀聖帝君廟那裡受驚 受驚那裡有很多義工 老菩薩 我就說請問這要怎麼拜 她就去香點香來拜 請問要拜幾禎 她說這我不能跟妳說 我如果跟妳說點三禎 我犯音過 也許妳要拜五支香對不對 我叫妳點三支 那是不是少兩支 連那個 在神明那裡服務的那個老媽媽 她都知道這個英國 妳本來要拜五禎 我跟妳說年輕人拜三禎就好 這樣是不是害妳減兩禎 讓妳少拜觀聖帝君兩柱香 她說我不能這樣跟妳說 那財妳會發心 但是妳如果說我們這裡 幾禎還是怎樣 大家一半都點三十 妳看她這麼小心英國 那今天妳的小孩妳的先生妳的太太她要布施 妳可以擋一天擋兩天擋 這塊會擋後面擋 妳醉造很重 醉造激動 所以這個同修妳自己在跟人家結緣的時候 在全人習散的時候妳小心 妳說醉造很重妳們都這樣嚇人 我跟妳講 醉沒有來的時候 因為那個醉不是打雷 雷弓在雲上面 妳還醉了 我就打一個雷電給妳 把妳電得這樣子 妳就說真的有報應 不是這樣子 它分來早與來遲 當醉業臨頭的時候妳就叫苦連天 醉還沒來真秋中 不看啊 不用在哪裡 我在真好的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醉來的時候妳叫苦連天 妳看看那些受夜報的人 所以妳遭醉的時候才後悔 怎麼來得及呢 平常就要這樣住之歡喜 得福盛大妳就很有福氣 妳看這個以前 有一個國王 他就聽到佛法 我跟妳講 有的時候 越有福氣 越有財富地位的人 越有權勢的人 他就有這個理智 他就會講 我現在這麼有福當國王 那我要怎麼樣讓我的福 永續要更多呢 更增盛呢 他就去請世善之士 然後他就學佛 他學會 供養五百阿羅漢 同學妳看看這個佛法大不大 佛陀那時候有祝師 他就供養五百阿羅漢為主 在延請佛陀居上位 這樣供養 供養的時候呢 就要請佛陀講經 說法了 是不是 那時候 這國王辦的這個供養 他禮請佛陀 還有這五百阿羅漢 還有很多僧眾來 他要供這個 災犯 是不是 那都是很精美 精美 好好的供養 在這個油燈 香花 再來用這個好的布 來膚色法座 很會修復 後來國王就是很會造福 法會一天這樣開示完 法會結束 要回向了 今天功德最大的就是國王 他就是 不是以國王高高在上的 這樣的一個形貌 他是非常的謙卑誠意 離請我 離請僧團 來做供養 我們現在來 我要為他祝福 大家一起來回向這個殊勝的功德 今天功德最大的就是國王 國王下巴都快要跑到天上去了 很高興 被佛祖講一下 那實在也是很令人讚嘆 對不對 第二天 來了一個 大家也來人越來越多 來了一個非常貧窮的老婆婆 這個貧富 她就是 窮到 穿得破破爛爛的衣服 什麼都沒有 那以前在印度的種性制度 他們在吃飯用餐的時候 他是分開地方的 乞丐 那是怎麼 就隨便發給他們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貧富 也擠進會場 遠遠的看著佛陀 心裡就想 今天功德主是誰 是國王 這個國王 這個國王位高權重 財富地位這麼具足 他怎麼還懂得供養三寶 我真是隨喜他 心裡很隨喜他 這叫歡喜 我有一天也要學著國王一樣 也會供佛 也會供養阿羅漢 供養出家中 然後來大宅 我有一天也要去學這個國王 就升起這個心 第二天法會結束 要回向的時候 佛陀就講了 今天的法會又圓滿了 今天最大的功德主 我們準備那國王下巴又抬起來 今天我們要回向給那一位貧富 那國王就轉頭 怎麼回向給他 錢都是我出的 這場地都是我的 他說本來國王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 但是 由於貧富生起一個清淨的隨喜心 所以今天他的功德 超過國王 哇大家在替他回向 那貧富好像在做夢一樣 而是這個國王他只會修福 沒有修行沒有修灰 他看了哇今天的風頭 被那個貧富搶去 就鬱鬱寡歡 有一個大臣他的心腹就說 國王阿我了解你的心思 這個事交給我來辦吧 他就叫幾個士兵 在發吃的東西給那些乞丐的時候 他就故意丟到地上 那貧富也會去搶對不對 就去搶死了 餓得半死嘛 然後就故意叫幾個阿兵哥 士兵去揍那個貧富 把他打得遍體淋傷 那貧富就 我來參加這個法會 你竟然這樣對我 把我打的傷這麼重 窮人你把他打傷了 動不動就會死啊對不對 又沒有人可以看照顧 那第二天第三天 法會的時候那貧富又去了 腳一拐一拐的 痛得要命 就在那邊一直聽佛陀開始 一邊就怎麼樣 這國王你是一個偽善的人 你表面做這麼多善事 竟然叫士兵打我 這個人這麼可憐 你忍性這樣對我 他從頭到尾都在想這個 法會結束的時候 佛陀又迴向了 今天的功德主 仍舊是我們的國王 不是貧富了 為什麼 他本來隨喜很清淨 他現在心裡充滿嗔恨 一點功德都沒有 你看這個 所以 福有心造 你一切的這個功德福報 自信成就 沙門問於此福近乎 就是說 就是 這個福報 我們 去幫助人家行三師 去隨喜讚嘆別人 這個福報會不會一下 就消失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現在在行三師之道 對不對 別人來稱讚你 別人來給你出錢 比如說最近在酒波度 你在酒波士 這是一種失實 對不對 然後你再邀請 再去募款 勸別人參加 你有功德 那別人看到你在募款 就讚嘆你 哎呀 你實在了不起 你很辛苦 我實在很隨喜你 那你在邀普度的這個人 他的福是不是就會消失了 因為我隨喜讚嘆他 對不對 他會不會因為我這樣讚嘆 他的福就消了 你看看 佛言 譬如一聚之火 數百千人 各一聚來分取 熟食出名 此聚如故 浮育如之 就是像一個火把 譬如一聚之火 這一聚就火聚 火把 數百千人 各一聚來分取 還有百千人 都拿火把 還沒有點燃 來你這裡分取 來引火 對不對 佛就問你 把這個火拿去 熟食出名 熟食就是煮飯 煮食物 除名 除去 黑暗 有人拿去點燈 有人拿去燒飯 做飯 此聚如故 原來那個火把 他的火還在不在 一樣 佛講 福一如之 你現在做善事 人家稱讚你 對不對 你的福不會被減損 但是 佛陀老人家的慈悲 我在這裡 再補充一個 有一個方法你的福會減損 就是人家一直減損 人家一直這樣隨時讚嘆你 跟你說 你在找葡萄 算我五度 算我十度 算我一百度 把你激起 然後一直稱讚你 一直稱讚 不然你有知道 站起來了 對不對 講到我 不要起來了 那一秒鐘開始 你的福就在減損 因為貪稱吃會 毀掉自己的福德 你看同修他在接道物 他在做佛事 本來他都在累積很多的福德 創造很多的功德 接很多善緣 怎麼毀掉的呢 大部分就是供搞我慢 把自己的功德福報 甚至毀了團體的功德福報 就是貪稱吃毀的 所以人家在稱讚 在隨喜你的時候 你要反觀製造 要做得更好 要想人家講我 我沒那麼好 他稱讚的都是三寶 我只有更戒慎恐懼 才不會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三寶 否則你得意忘形 你那個火把就花了 為什麼 浮消了啦 這就是相當可惜